1月28日由韩寒自编自导 沈腾 黄锦瑜 尹正 银房 田宇 腾格尔 赵文轩 张本玉 刘帅良主演的电影《飞驰人生》在北京举办了发布会 互动一开场 主创们就开启了商业互吹模式 还吐槽导演在片场是戏精 沈腾也看不下去了 没见过这么爱演的导演 表现欲特别强 但表现力有点差 我们这几个演员也都是不同程度的一直在提醒导演 那导演 我们都懂了 你说说我们就没分 尽量少做示范 拦都拦不住 表现欲强 表现力差 黄锦瑜此次却一改往日谦虚的风格 称自己就是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的结合体 沈腾大为惊讶 几天不见黄锦瑜你不是你了 是不是跟导演待太久了 有趣的灵魂待久了就会这么重 然后我就是韩寒导演说在那两种的结合 好看在冰糖和家上就会觉得灵魂呢 这次好像结合了我的不要脸 活动现场最大的惊喜 莫过于为电影现场主题曲 一半人生的阿信专程赶来支持电影 其实这并非韩寒与阿信两人第一次见面 早在十年前的一次赛车活动中 两人就曾遇见过 但当时阿信并没有看到站在旁边的韩寒 这让韩寒很委屈 现场两人还模拟当时出席活动时的站姿 最后一众主演再次登台 在阿信的注视下合唱了这首歌 获得阵阵掌声 飞凡娱乐 时事报道